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答案点 纳幼鸟最疼的不是卢沙海事 而是如今闪闪发光的周深 9年前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纳英掩面哭泣 只言对不起周深随后淘汰他 这一举动令周深再次陷入无尽的自卑之中 9年后 周深经过不断的提升自我水平 在乐坛站稳脚跟 甚至成为了央视的亲儿子 他一字未说 却处处都在打脸纳英 纳英现在后悔吗 那一夜他伤害了他 2014年 周深还是一个岌岌五名的自卑的小孩 那年他21岁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 周深终于鼓起勇气 登上好声音的舞台 四位导师背对着周深看不见台上走上来的 是一位个子小小长相吐气的小男生 但是他们听见观众说长这样真的能唱好吗 导师们听见观众的议论也心生怀疑 他们带着先入为主的想法开始聆听舞台上的声音 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周深一开口就震惊四座 导师们有着一种如听鲜悦而赞明的感觉 杨坤更是频频点头 不令赞美的说 这女孩唱的挺好的 在一个小高音过去后 其琴第一个按捺不住躁动的心 拍下了按钮转过身 看到周深的样子后 他微微一惊 但是随后他就用力鼓掌 表达对周深的肯定 在下一个小高音时 杨坤和纳英先后按下按钮 那激动的样子好像在表达 谁先转过来 谁就能够获得这位许元四等 看到周深的长相杨坤吓得直接跳起 眼中的不可思议 藏都藏不住 纳英也吃惊地说 竟然是男的 一直到周深的这一曲奇遇的欢言结束 三位转身的导师都还难掩激动的神情 可见他们有多么喜欢这位男生女生的选手 为了争取周深的选择 三位导师使出浑身解数 给出最大的诱惑 本以为这会是周深音乐事业的转折点 但是很快 纳英就打出骚操作 三期节目后 在十六近四的赛场上 周深和李维同台合作演唱 贝加尔湖畔 不知道是节目组的设置 还是这组导师 纳英给分的歌词 整首歌的演唱中 周深似乎一直在负责和声 他本身的声音特点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对手李维发挥稳定 周深也尽力唱到最好 比赛规定啊 同组舞台上的两个合作者同时也是竞争着 也就是说 纳英得从李维和周深中淘汰一个人 纳英纠结吗 从他在两位学员演唱时表现出来的样子 就能看出他可太纠结了 在舞台上等待结果的周深很忐忑 他不想努力迈出的脚步就此结束 然后周深啊就看见纳英哭了 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头也不敢抬起来 然后纳英说了他的选择 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 这句话一出 周深的眼泪瞬间就飙出来了 他委屈极了 但是他没有说 只是按照规则结束了他的好声音之旅 周深心中那颗 因为纳英生起的小火苗被纳英自己狠狠浇灭 周深又变成了那个极其无名很自卑的小男孩 后来纳英解释说 其实两位学员都很优秀 之所以淘汰周深是因为周深没有冠军像 他要把不可能的因素去掉 而因为周深的优美歌声喜欢上他的观众很不服气 他们纷纷跑到纳英的社交平台 在纳英的评论区留言没眼光 眼瞎 有黑幕吧等评论 可见了这场比赛除了纳英和李维 其余大部分人都很意难评 网友说是纳英打开了周深新世界的大门 也是他无情地关上了这扇门 纳英深深地伤害了周深 伯乐找上门 金子在发光 回到生活中的周深又开始了以前的节奏 同时他也开始迷茫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唱歌 他真的适合走这条路吗 古人成不起我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周深因为在好声音的精彩表演 被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导演看到 于是他有了新的转机 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 周深懒懒地宅在家里 突然他接到电话 对方说希望他来唱一首叫做《大鱼的歌》 周深懵了 缓了好久才知道 自己被大老板看中了 人家邀请自己唱歌呢 他开心地在床上滚来滚去 以此表达自己激动的心 可是周深很快又顿住了 因为他没有录制歌曲的设备和环境 怎么办呢 导演收到来自周深的音乐demo 打开一听他的乐乐 音频里的声音闷闷的 还有沙沙的杂音 他想这应该是周深在被窝里录的吧 可是周深还是收到了导演的确认函 他被正式邀请演唱《大鱼》 随后周深就像开挂了一样被很多节目邀请唱歌 2017年江苏卫视的蒙面唱将 猜猜猜猜的舞台上周深穿着辨认不出来样貌的服装 人生生诞生的一年 这年周深参加我们的歌节目录制 因为命定的缘分 他和香港歌手李克勤成为搭档 当那首《听哭人的天下有情人》演出后台下的原唱歌手周华健赞不绝口 他还说啊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唱这首歌能超越自己的 今天他见到了 在节目中周深和李克勤的互动一直很合拍 他们在彩排歌曲时都不需要过多磨合 往往试个两三遍就能唱出感觉来 秦深深出品避暑精品 两人相互协助 互相珍惜 一路走到了冠军的位置 有网友调侃说啊 这一幕太滑稽了 因为我们的歌也是歌手挑选导师的制度 这次周深挑选到了懂他的李克勤 所以他们创造了奇迹 当年的纳英在对比下被称得像个傻子 挑来挑去啊 漏掉了这颗被掩盖光芒的金子 当年纳英说 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 现在周深可以说 对不起纳英我喜欢李克勤 不要以为啊 唱流行音乐的歌手 只有娱乐风格的节目会找他们合作 只要歌手的专业能力过硬 那些更加高级的舞台也会看到他们 2021年2月11号 国民们都在家里吃着饺子看着春晚 在这种合家欢乐的时候 大家看到一个娇小的男孩和歌唱家张也一起走上春晚的舞台 一首灯火里的中国 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了这个年轻的孩子 哪怕是和国家队的歌手合作 周深也没在怕的 稳稳地完成了演唱 观众好像真的看到了歌里描述的场景 周深的妈妈粉 阿姨粉 叔叔粉们激动的落泪 他们感叹孩子出息了 现在真正的红起来了 都有本事上春晚了呢 有人说现在周深的名气已经隐隐超越了纳英 不知道纳英自己听了这话会怎么想呢 真的不会觉得当年选错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兽庆 热 过来 证測